现在世界七十几人口当中 有十六亿 是信奉伊斯兰教 其中六成有多 是在南亚和东南亚 尤其是印尼和马来西亚和我们比较近 印尼人口已经过了两亿了 印尼也是世界最大的 信尼派的伊斯兰国家 不是在中东 而是在东南亚 大家好 相信大家已经留意到伊斯兰国的呼罗山的分支 发射火箭炮 袭击美军 美国非常紧张 今天跟大家讲 伊斯兰教千年派系的仇怨 这个题目就牵涉到两个关键词 信尼派和习业派是不是经常听呢 很多读者都说 我经常听 但都不知道它是什么 在公元七世纪 大家就知道一些历史 当时来讲 伊斯兰教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名人 就是穆罕密德 他最后创立了伊斯兰教 在公元七世纪建立了一个 是阿拉伯帝国 当时叫做大食 这个名字大家经常听到 古代中国叫做大食 其实就指阿拉伯 这个安息 其实就指旁边那个 就是今天的伊朗 以前就叫做波斯 在中东来讲 有了伊斯兰教之后 问题就来了 穆罕密德在他过世之后后面的人就想继位 他的名字就叫做哈里法 哈里法就是继承者的义先 原来穆罕密德就希望传给他的堂弟 兼他的女婿叫做阿里 这个又叫做阿里帝国 到了阿里终于就做了第四任的哈里法之后 他很不幸就被刺杀 一时之间 大家就会觉得 为什么会杀人 触发到伊斯兰教继承者之间的仇怨 估不到一开 就有千多年的仇怨 仇怨 就是说 今天的顺尼派 其实就是占了伊斯兰信徒的85% 集业派大概就10% 然后还有几个% 就是一些小的 都是属于伊斯兰教的 那顺尼派 他们认为来说 应该那个哈里法就是继承者 就是选出来的 就不是说 跟那个血缘 一袋一袋这样下去 所以 顺尼派的特点就是说 我们是相信可难经里面的经义 接着就是莫罕密德 他死之前那个的性分 就是先知所交代的东西 还有我们有一帮有学问的教士 加上他们的解释 就组成了伊斯兰宗教里面的主要内容 顺尼派是政教合一 很重视政权的控制 他们很多时候 都得到社会上层人士 就是所谓贵族的游长的认同 在千年下来来说 顺尼派往往就是政权的上层 习业派由于他相信 血缘的继承 结果就跟顺尼派那种的政教合一的主张不同 往往在冲突之下 习业派他们就相信什么呢 就是真主的启示 真主的精神是最重要的 不需要这些什么政教合一 真主的精神 怎样可以代代相传呢 所以他们相信一个大的教长 好像今天伊朗的 厚米尼·霍梅尼 就是典型的习业派大教长 他说的一切 大家要听和奉行就可以了 他们不认同要将政教合一 顺尼派和习业派 就分道扬彪 往往是顺尼派是政权的上层控制了那个国家 而习业派往往就被打成是小数派 亦都是一般平民百姓成为习业派的信徒 在今天整个中东的分布 哪些是顺尼派 哪些是习业派呢 伊朗就是最大的习业派 沙地亚拉伯 大家一定知道 就是最大的顺尼派 背后的推动者 在哈马斯 即是黎巴联 真主党 他是习业派 赘利亚现在美国一直想推倒的 巴沙尔政府 是属于习业派 其他那些 很多 都是 顺尼派 包括 土耳其 包括伊拉克以前很多的信仰 都是属于 顺尼派 阿富汗的塔利班 甚至 ISISK 这些伊斯兰国 其实都是顺尼派为主 所以顺尼派和 习业派 在过去这千多年 因为教派信仰不同 管理国家的方式不同 往往 就有很大的冲突 互相 攻打 互相仇怨 到现在 都是不能够 处理得好的 大家就会问 这个千年的仇怨 怎样导致今天中东 大家不可不知 在1918年 一战结束 的前夕 当时 就有个叫做 厄图曼帝国 就是 现在今天的土耳其 他们就战败 结果 厄图曼帝国 就解体了 英国和法国 时机到了 过去的厄图曼帝国 控制了 小卫 西亚 那么多国家 今天我们两个国家 英法 就分了他 那个时候美国 就不是那么威猛 所以英法 就分了 怎样分法 伊拉克 这一块 英国你 法国就说 我要 敘利亚 就这样分了 但是他们在分的过程当中 问题就来了 他们就不理这些 顺利派和习业派 千年的仇怨 就私底下 又划分 那个国界之后 就把这两派的信徒 就放在一起 他们是不对的 往往在信仰 很多的习惯都不同 放在一起之后 结果导致这些千年的仇怨 就令到国家的管治 是非常困难 就信得这一派 就不信得那一派 最好的例子 就是 2014年 2014年 当时美国已经撤出了 伊拉克 打下了撒泰姆之后 撤出了伊拉克 但是当时新美国 扶植起来的 习业派的政权 也都管不了 这个 是伊拉克 而敘利亚方面 美国就认为 敘利亚来说 用这些是法学武器 杀伤一些平民 所以就要推翻 敘利亚 结果 敘利亚的政府 又有些急急可危 伊拉克那边的政府 也是急急可危 这个时候 信尼派 ISIS 就是今天的所谓 伊斯兰国 盛事而起 控制了 一大片伊拉克 和敘利亚的土地 一声 就所谓伊斯兰国 黑旗军 美国就很紧张 那就不行了 一定要采取措施 处理它 结果 美国就靠炸弹 轰炸 无人机 刺杀 那些 IS的领袖 初初都会奏效 但是打下打下来说 毕竟 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因为 IS这些人 他们其实 是一个网络 他们不需要 总部 用我们香港的说法 他们不需要一个大台 他们全部都分散了 大家各自为政 他们是采取 孤狼式 细胞式的运作 透过网络互相的配合 比如今天 这个 阿富汗里面 那个是塔利班 本来就和 ISISK 即是所谓 呼罗山 这个派系 伊斯兰国 的分支 是有一个合作的关系 但是由于他们彼此之间 信仰 是有一定的差别 一些比他们更加激进的 结果就有冲突 以至到 今天的 ISK 就说 我现在觉得 塔利班 和美国 就是谈和 你是出卖了 是真主 你就是我们的敌人 所以 就出现了 两方的冲突 再加上 塔利班 进入 赫布尔的时候来说 释放了一大批 的所谓罪犯 很多都是凶神恶杀 的恐怖组织 偏偏 塔利班 就释放了一百多个 跟他关系好的 是塔利班那边的人 但又杀了七到八个 是ISK 的领袖 更加引起了 血的仇怨 难怪 IS现在就说 我跟你不共大天 就算你和美军 谈好也好 我条气不信 我就会袭击 是赫布尔机场 就让成了 这个冲突 所以 这种千年即下来的事情 去到今天 怎样去解决 其实是很难的 以至到 2005年的时候 美国就说 我减不清你 信邻派 集业派 我吃了这些斧头 我知道 辉军进去 占领了你 我又扶植不了新的政权 不好了 我不如 杀手不管 所以在2005年的时候来说 美国中央的情报局 加上 军方的参谋长联席里面的研究 就是说 可不可以重画中东的地图 那怎样重画 原来他那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美国 和其他一些国家 抽身 由得 中东 这麽多的国家 伊拉克 敘利亚 旁边的土耳其 加上 黎巴嫩 和中亚一些国家 由得他们自己本身 就千年的仇怨 就一朝了 自己去打 打到最后 谁控制了那个地方 就在那里 这个也挺恐怖的 如果美国杀手不管 整个中东天下大乱 这些恐怖组织 四散 我想整个 欧洲的东部 亚洲 东南亚 以至到非洲 南美洲 都全部有这些恐怖分子 这是一种 极不负责任的做法 所以1918年 英法私自瓜分中东 到后来美国 辉军进入中东 解决不了 又想制定一个 杀手不管 撤退的方案 让中东自行 通过血洗礼之后 自己去处理 这一套 一定行不通 所以千年的仇怨 去到2014年 当 IS 即是伊斯兰国 建国之后 最恐怖的地方 就是伊斯兰国 其实 我们不需要各界 今天我们在伊拉克 和敘利亚 发了一筆出来我们控制 不要紧 就算没有了 我们喜欢去哪里就去哪里 所以今天 阿富汗 一个很大的 中亚国家 他有4000万人口 里面有他们很多 IS的分支 也有塔利班的分支 IS 伊斯兰国就说 我们不需要各界 所以塔利班 你以为你控制到阿富汗 你其实控制不了 我们不会跟各界 他们会四周围走 四周围走 就是说 他们会去向南 在巴基斯坦 甚至在印度 然后去到东南亚 实际上东南亚 在 印尼 和马来西亚 一直都有他们的分支 现在世界70多人口当中 有16亿 信奉伊斯兰教 其中六成有多 是在南亚 和东南亚 尤其是印尼 和马来西亚 和我们比较近 印尼人口已经过了两亿 印尼人口已经过了两亿 印尼也是世界最大的 信尼派的 伊斯兰国家 不是在中东 而是在东南亚 2002年 巴里岛大爆炸 大家翻查那个历史 死了很多游客 特别是澳洲 有一个 叫做 伊斯兰的祈祷团 是印尼的 后来他也加盟了 这个是伊斯兰国 成为其中一个 分支 所以这些 没有国界的情况之下 四处去招揽人 其实 是挺恐怖的 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 如果大家看回 当时的报道来说 欧洲很多青少年 好像被人洗了脑 读读一下中学 几个女孩 很不满家的管 不喜欢学校的那一套 透过网络 互联网 这些 伊斯兰国 最大的洗脑的机器 就好像播毒 看了之后 到时我们去到那里 又可以做英雄 又可以 同金共苦 甚至可以 帮手建国 多好 一世人都没试过 不如我们走 很多欧洲 那边的 少男少女 就这样走了 伊拉克和敘利亚 就参军了 而且 他们的招募 就不是赚恨于欧洲 在我们中国的新疆 在东南亚 刚才说的 马来西亚 和印尼 都招收了不少的 所谓死事 参加他们的胜战 其实 在没有国界的情况之下 整个 亚洲 中亚 西亚 南亚 和东南亚 其实都是 一个 伊斯兰国 活跃的地方 正如我在第一集 都和大家说过 塔利班 是控制不了 阿富汗 怎样可以处理这些问题呢 我会在 再一集 和大家讲一下 中国 究竟怎样去应对 这种 无国界 伊斯兰国 的滲透 塔利班 控制不了 阿富汗 令到很多危险的事 四散 我们中国究竟有什么策略去处理呢 再加上美国 真是有一种倾向 就是 我准备杀手 不管 因为经过了20年 进去阿富汗打仗 由2001年 打到今年2021年 结果 对美国 仍是觉得 一无所得 又 撒不得尽 塔利班 亦都 无法扶植一个 稳固的 阿富汗国 先有 加以撒加 拉米 又有 坎尼 两个政府 都不行的 而且 我亏了 2万亿美元 2万亿美元是什么概念 每日 过去的20年 3亿美元 是美元 你乘了7.5 每日花了多少钱 没打赢 还死了5、6千的美军 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要杀手不管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讨论就是 千年 伊斯兰教 的仇怨 导致这些派系的供佛 军佛 的冲突 在背后 现在又产生了 伊斯兰国 究竟对我们中国的威胁是怎样 我们应该怎样去处理 下一集 大家一定要看 我们就是用一个 上海合作组织 建立一个 区域安全的系统 来到应对 一定要看 给like 订阅 埋进 肯有你着数 中文字幕 统通 已冲 嗯 统花